由于欧洲的衰退带来的是全球出口的衰退 因为欧洲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也是中国大陆最终的出口地 那么这使得全球的经济几乎在今年的第二季度 都共同出现了放缓的现象 虽然我们刚刚为大家报道了 欧洲央行非常大的直接购债计划 但它只是始于欧洲免于崩溃 可是欧洲的经济衰退恐怕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为大家继续制作金砖不在的相关专题 首先在金砖不在里头 值得注视的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最近的几个经济数据 就显示出来它有经济仍然持续放缓的现象 而中国大陆终于出台了它非常重大的政策 这次的政策是由胡锦涛亲自拍板定案的 这次拍板定案的主要的就是 中国有超过将近一兆左右的投资专案 这是一兆人民币的投资专案的密集的获得批准 明确的再度以基础建设 跟当年四兆人民币的方式是很接近的 但是希望可以让民间参与 但是这一次光是官方的钱就有将近一兆人民币左右 明确的再度以基础建设来投资稳增长的方向 那么按照路透社的报导 整个这次中国大陆的八改委 在本周是密集的总共批准了将近上兆人民币的投资专案 而且这个投资专案大概是基础建设 因为这才会来得及又来得快 才足以挽救中国的第四季的经济成长 而且这是非金融危机时刻最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的重演 那么马上在中国大陆就出现了股市大幅反弹的相关的状况 而中国一些水泥跟这个煤炭的股市呢 在最近都大涨了将近6% 在营建业也都大涨了将近4%左右 那么这次所推出来的整体的建设计划 规模将近一兆人民币 而且是有25个城市它的轨道项目全部都获得了批准 并且有非常多的公路港口等基础建设通通获得了批准 而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APP会议的时候 也特别提出来希望亚洲各个国家都能够赶快的投资基础建设 挽救整体在萎缩中的亚洲经济 并且提出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的生产链 建立更好的物流的相关的举措 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在周五的时候大涨了3.70% 因为我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大陆所推出来的基础建设计划 规模一兆人民币 当天就大涨了3.70% 香港恒生指数跟香港国企指数也都是大涨 那么上证指数重新回到了2127.76点 其中涨幅最大的都是水泥跟煤炭相关的一些股市